一年一度的中原祭典 打开了一条阴阳缝隙 回洋室狂欢同时 也是通往彼岸的道路 主角阿末经历战争劫难 心中念着七笑 好不容易回到家乡 让一切却都变了样 等待着阿末的事 妻子改嫁 物是人非 无法承受打击的他 进入风魔状态 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邀请荣兴客家采茶剧团 推出新作《中原的构图》 4月30号到5月1号登场 张阿木的故事 这个是真人真实 这个人是有的 那么他主要的是表达 希望是说 人道的关怀 这个人去南洋做军服 他瘦到心理上瘦到床上 但是在做军服的时候 当年他出去的时候刚结婚 那当然想着家里这只妈妈去 他们家基本上 也还可以过过的一个家庭 那当然去做军服的时候 他是面临到他有实际餐饮战争 那么他也看到同袍 在战场上 最后同袍叫他说 你一定要回去 哪怕就是吃我的肉 因为在那个战争 他都没东西吃 那是你要带我的这个 信回去 然后他 他是真的是 批命 这个 排除完回家 可是他回家的时候 因为在他们荣产家乡的人 早就认为他已经是 暂时在杀他 所以是很突兀的 但是他进步这样的状态 回来一看家庭又是很大改变 所以他的状态是变成 外人看他就是疯癫 但是他事实上 基本上他也是疯癫 可是他的疯癫是 他有的时候是正常 有的时候他当想到那个 就是现实面会引发 那他想到那个的时候 他的一种反映出来的东西 是别人无法理解 可是我们宗肇政老先生 他观察到这个人性上的问题 他也觉得在中元节 本来就是一个 诶 等一下是鬼的狂欢日 这样子是希望透过这个宗教 可以超度这些固欢野鬼 那么相对的也是应该 可以让心灵受创伤的人 可以得到一种安慰 所以我们追溯戏到最后 我们还是朝向这样的精神 去给他表达 来到台湾的客庄 看到不同的场域里头 有非常动人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包括中元祭典 这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是一个黑暗 恐怖的鬼月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人校月的一个概念 里面充满着人道的关怀 所以当那个场域去做田野采访的时候 踏场的时候深受感动 我实在忍不住 觉得这是一个极棒的题材 因为借由这个题材 我们同时可以跟众道者老前辈致敬 也同时可以让长期在民间耕耘 已经超过一甲子的郑荣心意诗 那最近也非常就是受到文化部 已经认定为代表我们客家巴音的议事 所以如果可以有这两位前辈 他们很精湛的长期的一个经营跟关怀 那终于构图这个小说改编成戏曲的剧本 真的是太美妙了 主角阿牧透过人间苦痛战争创伤 最终必须承受孤神终老的结局 控诉这个时代的严厉 饰演主角的苏国庆 在揣摩角色心境时坦言极富挑战 和他对手的伍代真 饰演主角妻子汉女儿 也必须快速转换个性与装扮 演绎层次大爆发 以下非常深迷一张非常地造语 所以看到了很多的事物都非常地转意很炸 就以下有一个希望 然后对自己的居住这个行为 所以造成了不可免灭的状态 然后这一层更上一层之后呢 因为一直都不知道我的妈妈到哪里去了 最后才在这个场景 就是我们中元节的庙城前 得到了我 得到了最后的我的问题 所以在演戏之中呢 我必须要不能一开始专论你的经历 我就得要一层一层的往上的一直形成上来 然后在我的精神状态也不能整出去都是这个状态 有时候要怂 有时候要紧张 有时候要非常紧张 所以我会在这其中做一些变化 然后把这个层次感打得更漂亮 所以我就会下一秒可能会被他认为是妻子老婆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会一个人分饰两脚 那团队也很用心 还有我的内在都要调整 因为毕竟妈妈跟女儿 还有就是两个人个性不同的环境 对所以其实对我挑战也很大 如果在现实生活方面 我们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都这么的害怕 特别说是那个时代 比较疯别的状态 那有这样爸爸其实他会不知道怎么去照顾爸爸 或安抚爸爸 或者是让这个家庭能够继续平静地运作下去 这出剧改编自客家文学大师钟肇正的原著短篇小说 由古老风俗中原祭典揭开序幕 在祭祀古魂野鬼的仪式中 阿牧透过跟大师爷观音娘的对话 道出人生遭遇 全剧结合了客家民俗宗教文化人性探讨 让观众们见证主角的癫狂 并且一起迎接救赎的到来 其实1960年代并不是一个简单回顾 1940年代的那个二次大战 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他透过阿牧这个创伤 是这个人物 是个小人物 他其实要讲的是更深层 他不是只是他的人道关怀的这一层 他也刚好结合了中原的祭典 他那更普世的一种价值 这两层要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到大师爷或是观世音娘娘 包括这整个记忆里面的属于 我们对未来的自己的一种想象 就是当我们成为王者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孤魂的时候 如何透过一个这样子的仪式 得到一种安顿跟抚慰 所以我想如果要深层去看这个小说 跟剧本的一个连结 包括到舞台上面 他整个要去呈现出来的一种 人的扭曲 然后被世界的扭曲 找到答案的一个过程的一种艰困 可能会是更重要的一个诉求 舞台不仅特别制作 等身的紫扎大视野 壮观且展现客家中原季的疑点 音乐设计更加入视角音乐 加上旋转舞台 戏中戏等 透过意识流的手法 呈现虚幻与现实交错 将人的精神意识立体化于表演中 欢迎民众来观赏 记者温云军台北报道 再到新闻消失了 发ov了 遵旬atha